今天我来到了我老妈家 我老妈进门都告诉我 我那只儿媳妇 她养的这蝴蝶兰养完了 给我送来了 说我二姑会养蝴蝶兰 让她宰去吧 大家看看 这用五盆 不用从垃圾堆里捡去了 这只儿媳妇都给送过来了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我说你养完的蝴蝶兰 花开完了 就给我拿过去 我继续养 现在我就用土给她栽培 看看这小坡 这已经烂这样了 就这一个叶子了 看看 这根系全都烂了 这水太大了 是吧 水大不好 看看这还 它这屋子太热 你看都捂得发霉了 水大了 变色了 可不看都黑色了 没根了 这个 哎呀 这个不能要了 这边要了 这盆也纯粹不行了 这盆也够香了 这连叶子都没有了 虽然这还有几个花 看看 全都烂了 这都烂根了 出来 这连一个叶子都没有了 这个大叶子挺好的 你看这大叶子挺好 挺好的 是吧 这个大叶子 这叶子好 全都烂了 水太大 可不 看看 太湿了 我那一颗满天红蝴蝶兰养了 今年第七年头用的 那根系都大老长 擀的大老长都没事 根系特别好 看看这根系 这都没有好根了 这还能活吗 两个正经根都没有了 这烂了一根了 特别了 看能可以 能活吗 用多久能得泡过吧 彻底都没有根了 这个 这个都够呛了 好像活不够能了 对 洗马当 活马衣吧 全都烂了 这个花先不剪 看看这花 这个看着还 应该还行掉 这个干 这个干也没准能好一点 这颗是干的 那几颗是水大烙的 还有这一颗 沙花就怕烙 那是吧 对 沙花都怕水大 看已经慢点无所谓 慢点 我看油那有根 你家那颗是土栽子啥白的 土栽子 那天想换水栽木 又让我换回了 还接着用土 这颗就修剪这样 开始把这三颗泡多几领 在这里泡15分 这土配置的是60%沙子 20%是黄土 20%是松枝土 这一颗都已经肥腐了 但是看着这叶子还可以 对摘这小盆试试吧 活就活 不活都不活 这颗但愿它活了 但愿它能长好这颗 这大叶子多好 这两根蝴蝶兰栽种完了 就摆放在这客厅里 看着它们以后长得怎么样 能不能活吧 好了 这期视频刘姐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